国民党总统提名人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今天开张 位在国民党总部大楼上的第十一层楼 两百四十平 每月租金三十五万 不过包括竞选办公室主任等重要操盘手 人选都还在寻觅 洪秀柱竞选办公室开张 硬体设备几乎到位 但人士还没定案 包括竞选主任委员 执行总干事都还在寻觅 副手当然也还没有着落 办公室还在等主人 都是洪秀柱自己的办公室内 放置洗目保险箱 引起媒体关注 外传王金平洪秀柱立意交换 挺王派719全代会不再卡红 换取挺洪派支持修改立委提名办法 让王金平许任立法院长 不过双方都驳斥这项传闻 洪秀柱是一个从政党员 是一个党的未来要提名的人权 那像这样的事情 党怎么安排各种事务呢 我想是媒体如果说有任何利益交换呢 我想是纯属意测的 没有这回事 只惜乌有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划 好谢谢 王洪有没有和解 全代会当天可见端倪 倒是顺利获得提名后的洪秀柱 与党中央的磨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新唐人也定是曾一号柳兹营 台湾台语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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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